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届玩具展除了有艺术家签名、售卖 然后有限量玩具收藏、手办、扭蛋等等 今天还看到了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展品、收藏品 还有佛教类型的玩具 我不确定是否可以说是玩具 而且在其中呢 有一个摊位让我感觉非常的突兀 脸书上的一位专门卖龙普门的牌商 也参加了这次展会 他带来了龙普门的佛牌进行展览 然后还在现场呢 售卖龙普门的盲盒 还有一个比较突兀的展位呢 就是在免税店、机场、各大购物中心都有开店的 拉里拉佛牌店 它带来了各种古巴吉士纳的扭蛋 这家店呢 在两年前非常的火 因为有明星带火 推出了一系列的花花绿绿的服馆、手链 然后他们家最有特点的就是这种齿轮形状的包壳 个人觉得不太好看 关键呢 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贵 随便一个手链就卖好几千株 不过确实因为有了这个拉里拉佛牌店 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对佛牌感兴趣 进入到了佛牌圈 然后就是他瞄准的是那些来逛免税店的外国游客 毕竟那些带团去的旅游佛牌店就更贵了 再看到这些佛牌 还有佛教类型的佛像 在玩具展上展出 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佛牌、佛像是一种信仰的寄托 还是和限量玩具一样的收藏品 我不知道最早看到那些用椰壳雕拉弧的人 或者用象牙雕佛牌的人 会不会和我今天有相同的感受 这些用3D技术打印的佛像 用环保材料制作的佛牌 用激光雕刻编号 雕刻激光妙印 用机器雕刻佛牌的模具 这些新的技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佛牌制作方法 一定会被追求快速和效率的时代淘汰 拿一面新的金属自身在手上 虽然模具更加精致了 细节也更加丰富 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大家觉得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大家有空呢 也可以看一看在评论区不同的朋友 留下的精彩评论 有的朋友说得非常好 我也表示赞同 那在本期视频留言和点赞最多的朋友呢 在下期视频之前 我会送出拉虎庙的经文贴纸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这里是多看佛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